除领导人互防以外 美国与日本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加2安全会谈 在间隔超过一年半以后重启 与美国当地时间19号举行 据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 以及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 和防卫大臣盐巫义出席了会谈 双方发布了 以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等防卫新领域 强化合作为支柱的联合文件 强化在该领域的防务合作 日本共同社称 网络空间与人造卫星所在的太空 被指为新战场 在威胁日趋现实化的形势下 双方提出了在新领域实现 美日一体化扩大同盟合作的战略 此外 美日首次确认了对日本的网络攻击 属于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 针对朝鲜方面的议题 美日当天强调实现完全无核化的重要性 在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方将继续向朝鲜施压 敦促其放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此外 当天双方决心力争尽早实现 冲绳县以野湾式的美军普天间机场 搬迁至名户式边野谷 此次美日2加2安全会谈 是继2017年8月以来再次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一次的2加2安全会谈上 双方就特别强调了 美日四个未来合作新领域 包括太空空间 网络空间 反弹道导弹和海上安全 нужен your 魔法 显身 你 自然 网络空间